看看新闻网 从到达大厅一路被追随 柯爸爸始终面无表情 一语不发快步感动 面对记者欺而不舍 披头盖脸的提问 柯爸爸终于扛不住了 做了这些坏事不好的事情 当然是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我们也会谴责 会不会怪房主名 不会 而对于此事的原委和进展 柯爸爸表示毫不知情 在记者提问的过程当中 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言语间满是父亲的交集和无奈 你以前都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过 他从来没有过了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一早 柯爸爸在大儿子柯家阳的陪同下 来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 探望柯震东 了解了真相之后 他也终于坦然面对媒体 再三替儿子向大众致歉 因为我们没有把披头交换 对 在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说对不起 柯震东做错了 身为公众人物 他没有做了不良的事情 他现在也正在被处罚当中 我再次地代表 柯震东跟爸爸妈妈 还有姐姐 我们的家人 再次地跟大家说对不起 原来新天地 最痛莫过父母综合报道 我现在是在这边 不想过 我现在的家人 都打算 我现在是在这边 我现在就打算 我现在就打算